好 你说自己的心会好点 任东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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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我知道 委屈你了 不是的 叔叔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任东 孩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 我 我 陈老板 事情是这样的 我跟郑定怀疑房叔就是杀人凶手 所以我们商量好了 我呢 拖住房叔 郑定去办公室找证据 可是谁想到 被房叔抓了起来 还被打得那么严重 陈老板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说什么 是房成干的 我跟房成平常关系不错 他竟然对我儿子下毒手 这 这 这太可恨了 叔叔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是我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 跟你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这房长太不厚道了 任东 任东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打得这么重 怎么会没事呢 前卫真的是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打人 改天我一定找他算账 你不要啊 千万不能忍试 我不想 因为我而连累大家 你没有连累任何人 大家这么做 都是心甘情愿的 任东 你听我说 任东 你很优秀 大家都很喜欢你 所以才愿意帮助你 你千万不能忘记 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一定要成为一个 优秀的大夫 用自己的医术 去带给别人温暖 韩冲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好 陈大哥 方强 我一直把你当兄弟看 我没想到 你对我儿子下如此狠手 陈大哥 您先消消气 消消气 事情不是你想想的 你少给我来这套 我问你 我儿子做什么了 你把他打成那样 正想要找您哪 陈大哥 您听我说 你想问我 好 您真的误会了 您听我好好解释 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的员工说 昨天晚上 郑定竟然悄悄溜进 我的办公室偷东西 他们把他当成贼给抓住 当然是狠狠教训了一顿 我也不想 胡说八道 我儿子从来不干这种 偷鸡摸狗的事 再说 这好端端的 他到你办公室做什么 你告诉我 这我也奇怪啊 你说郑定这孩子天性人厚 他怎么能做出 这样的事情呢 可是关键的是 这可是郑定他亲口承认 来我办公室偷东西的 我也不相信啊 好 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如果拿不出证据 或证据是假的 我非当你个笨子 好好好 既然这样 好 我拿 我拿 拿 去拿啊 陈大哥 您 您看看 您好好看看 这到底是不是正定 这孩子的笔迹啊 这事 陈大哥 你也别着急 这事情 就这么过去了 那两个员工 我已经开除了 这两个网吧蛋 要不是我及时赶过去的话 还指不定 把真定 揍成什么样子的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好好管 叫我手下的员工 这种事情 再也不会发生的 您看看 这事 就这么过去了 陈大哥 这医药费的事情 全都包在我的身上 我也希望正定 能够早日抗复 如果您还有什么委屈 您就冲我来 要打 要骂 我都随您 只要您能消气就行 好 对不住我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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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古风 老太太醒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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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说话了 娘 老太太 她是谁啊 风 我是谁 是 是 是 对 对 对 娘 娘 继续说 继续说 姑父 老太太刚醒过来 别让她多说话 这样她会觉得很累的 对 娘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治好 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方程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到底哪变了我也说不明白 陈富贵 展大夫 富贵 你怎么一个人在大街上 自言自语啊 没事 展大夫 您不是去谷家 给古老太太看病去了 怎么有空在街上溜达 我啊 有要紧的事情 正要去药铺找你呢 好 哎 弘历 儿子醒过没有啊 别担心啊 任冬不是说了 让他休息几天就没事了